雖然我是立法院的榮譽顧問 但是對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得到這個特別的邀請 如果韓國瑜願意 讓我有機會去唱歌的話 那我也就是可以去跟二姐一起合唱 國慶晚會合唱要確定 家瑜這樣會不會讓江慧原地再封邁一次 連立院榮譽顧問都沒有票 國慶晚會超強手 很久沒有聯絡了 最近突然跟我聯絡了 原因是要什麼 就是要國慶晚會的票 目前市政府釋放出來 只有五千多張 確實不夠真多週少了 總共開放兩萬人進場 五千張給民眾上網搶 兩百組四百張 提供六十五歲以上長輩登記抽籤 剩下將近一萬五千票 到底給誰 北市觀傳局表示 除了固定邀請人員外 還有歸國僑胞 駐華使節等等地方領袖 一般民眾開放數的確較少 讓地方議員壓力好大 我的選服真的是非常的多 可以說到是二十四小時 幾乎都有人在詢問 內心的壓力也相當的大 因為也不忍看長輩失望 就算拿到票 因為總統要來也有許多規定 要實名制 而且不得轉讓 當天都要帶證件 已被隨時查驗 進場後活動沒結束 也不能擅自離開 國慶晚會的門票實在太搶手 一票難求啊 所以主辦單位也會在大巨蛋旁邊的 松菸大道 假期大螢幕 隨時轉播 今年國慶因為不補班 只放一天沒連假 而今年的假期和明年都只有一百一十五天 和二零二三相比差了一天 人事總處表示 因為平年潤年還有元旦 在假日的關係才會少一天 該放的不會少放 畢竟百姓生活已很苦 放假這事可不能馬虎